Yayaya 2015年遭到一大釋出 到了日本独立聯盟 延續球員生涯的阿福楊健福 相隔了近600天 終於重返中華職棒一軍舞台 曾經是中華隊正宗的英雄 卻因為受傷與投球狀況不理想 而遭到球隊割愛 之後甚至沒有任何球隊接觸 讓阿福陷入沉思 甚至一度考慮 是否該畫下球員生涯據點 但深愛棒球的他 決定不向命運低頭 繼續尋找屬於他的棒球路 接到電話的時候真的是 沒有辦法平復 就是恐慌而已 然後後面的階段 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有想到以後的路這樣子 還滿擔心的 就是還要不要繼續當球 後來兩個月是 沒有球界接觸我 然後我就盡量想辦法 去調整自己 然後最主要是心態 因為你還想要當球員的話 你就不斷努力 總有一天 會有一個機會 會讓你上山這舞台這樣子 日本獨立聯盟 成為了阿福新的棒球起點 不僅延續了球員生涯 並且也讓中職球團 看到了他努力不懈的身影 經過一番曲折後 阿福再度回到台灣 加盟統一師隊 一路走來身旁好友的鼓勵 成為了阿福絕不放棄的動力 泰山的話在日本 不是在同一隊 然後見面的機會很少 好不容易見面的時候 就是從異鄉看到自己的國家的人 是非常感動 因為我等於是外國選手嘛 你看到異鄉的話 我會覺得非常的親切 然後又回到台灣那種感覺 雖然只有這兩個人而已 那一段期間 泰山跟泰山聊了一下 他也幫助我很多 就是叫我不要放棄 然後朝自己的目標前進這樣 在台灣的職棒有一個地位的一個球員 然後比方在怎麼在那邊掛那個廣告看板 跟那個在那邊拖球場 所以我看到阿福在那邊拖 是有點難過 所以想要陪他聊聊天的 回到職棒球場 那是不是感覺很棒 人就是要缺少一個機會 只要有一個機會 就好好抓住 那就是他的 還沒有簽約之前的前幾天 我跟他在東豪對手有聊一句 講了一些我自己的心思 在日本方面 然後在台灣 然後想說後面路要怎麼走 你覺得我要去哪一隊比較好 我有跟他討論 他說你只要好好打 你想要去哪一隊 我也不會去干涉你 只要你覺得你的路是走正確的 他都會一直幫助我 然後給我加油 所以聽了這句話我覺得說 那我就不同意是這樣子 黯然退場到重返舞台 阿福永不放棄的精神 讓他回到了最熟悉的家鄉 回頭看看這段辛苦的領程之後 阿福要繼續用手力 證明自己能夠在球場上 投出昔日滑球王子的霸氣風采 就是不斷努力 然後現在有這個機會 可以回來當投手 可以當球員 然後又回到中華職棒 我比較熟悉的地方 我比較珍惜現在的感覺 把自己當作一個拼人 然後把自己當作一個 當開始打棒球的選手 你會對棒球比較有熱忱 然後你會覺得 棒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不要想那種負擔 你會讓自己快樂一點 然後不斷的訓練 然後一定會有你想要的成果 我在二十幾歲 我就定下一個自己的目標 我想要投到四十歲 這個想法一直灌注在我的腦海裡 就是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就是要不斷的去努力 就算沒有球打 那段期間你只要不要放棄 我覺得我還可以回到中華職棒 雖然那段期間是非常的苦 但是我現在走過來 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經驗 大家好 球迷 我回來了 雖然這一年中 沒有在中華職棒打球 但我還是很想念台灣的球迷 也希望球迷可以到場為我們加油 我們球員會努力的 不斷的努力 然後打出投出 每一個好的成績這樣子 我還是一個合唱 說世界精彩 你也不用擁有 你用在你 在我面前 在這這把不停 那我現在當勤 後面願望不前 就代表了冷帶的體 我 你也沒放棄 那是我真的在氣 我 充滿喜好味道 味道黨家的地 我 哈啼又有一個 我心思壞全班裡 我 你也不問我 一看那個 我一定很幸 你也不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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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榜和獎 Andress Night主題活動 5月13、14在新莊登場 賽前Andress特別舉辦 才藝表演與簽名會 讓你看到不同於球場上的他們 另外還安排球員擁抱會 與球員近距離接觸有 親自送上祝福 除了賽前活動 富棒和將還推出天使綠球衣 使用藏青色輔助配色 將天使綠襯托出來 是整體視覺更加沉穩 散發肛中帶柔的風采 3、2、1 請投出 好強喔 十三號的賽前 邀請方志友進行開球 富邦和將正中內野手林瑋恩 自告奮勇報名 最後還討到抱抱 可說是羨煞眾人 不是厲害的啦 就是小時候很貪玩 所以像我眉毛上有個疤 就是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跟同學玩樂樂棒 弄受傷的 我是一個很喜歡運動的人 所以其實 接到可以來當開球員 真的是非常的興奮 有期待 剛剛完成了一個 人生目標打一個勾勾這樣 該球補手也是我們的男生 我們棒球技能 高古輝 好來 現場球迷 我們開球倒數 3、2、1 請投出 好球 母親節當天 富邦和將請來男生 嚴程序開球 搭配棒球請人高國輝 國輝還獻唱F4的成名曲 劉新宇 不僅讓全場球迷尖叫聲連連 也讓嚴程序驚訝不已 在母親節這一天 富邦靠著林哲軒 在七局下關鍵的兩分打點安打 最終以3比2擊敗中信兄弟 終止三連敗